大家,原來分手都有七個熱門時段 到底熱門時段是什麼呢? 一人間的冷知識環節就會告訴你 裡面有什麼trick點呢? 其中一個就是由今天阿Jer,柳應廷派台的新歌《離別的規矩》告訴你 這首都是阿Jer第一首情歌派台 相信柳柳粉門就應該很high 雖然製作班底和之前的歌曲都沒有變 這次是由吳林峰作曲小黑作詞王湘進編鑑 但曲風和以前很大分別 如果MM7狂人日記是你要熬來聽的 回光物語、沙子氣那些 是要帶著一些很高深的哲學或誤性去聽的話 這次的離別的規矩就適合你自己一個人 在家下午坐在這裡靜靜聽 如果一個不小心代入的話 一分鐘會吸幾滴眼淚 因為這次的樂器沒有用到一些很搶的電結他 沒有用到一些會弄到一首歌很宏偉的編曲 例如水形物語 Bass drum和snare的回音和reverb echo 推得很大 聽到這首歌就會很壯觀 或者有點迷 這次沒有了 就加入了中樂 有凍燒有疊 混合得很柔和 製作人他們自己之前都說了 這首歌是比較貼地的 對比起之前的系列 它是一首慘歌 慘歌用中樂和西樂做的感覺很不同 西樂那種慘是很慘的 但是它慘得來有時候會滲一些型的味道出來 但如果一用中樂的話 那它慘得來你會感覺到有股思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看看是否 中樂的慘感覺上是一些已經發生的往事 感覺還要是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 現在再拿出來回味或講述的感覺 所以說服力 說服你慘的力 是大很多的 我自己覺得 難怪小赫自己IG都說了 扭扭粉門呢 應該就要準備好耳朵懷孕了 中樂 我又要說一些慘的故事 我自己會想起張敬軒的悔過詩 大家都可以去聽一下那個感覺 那用西樂去說慘 我自己就覺得是適合去說一些 現在進行式的慘 又或者對未來的警惕的感覺 我覺得西樂就很適合這件事 各有各好 順帶一提 這首歌是王商進首次為Jer去錄音樂 由偏監去錄音樂器 是能夠更加貼近偏監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個有點廢話 最好全部錄了 我一起來聽這首歌的時候 沒有看著歌詞 就這樣唇聽 聽到第一段我心想 不是喔 其實說媽媽都可以 譬如之前物語系列是說死的 之後系列是說重生 不出奇的 再說一些關於媽媽的東西 OK 直到聽到第二段 忍痛讓 合照刪除 再加上製作人們都說 這次對比之前的系列 說話會比較貼地 我才重認是情侶關係 是情果 花姐她也對這首歌 發表了一些很語重心長的留言 離別就已經是傷痛的事 在傷痛之下仍然要守規矩 實在是無奈 年紀大了以為會懂得放下 但反而更加怕人際關係 怕跟人相處 以為大家真誠對待 但怎知原來裡面仍然有謊 最可怕的是 她自己都選擇了 以為大家心裏面愛著對方 願意將生命100%付出 原來這100%就已經變成了理所當然 在這一刻離別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這首歌除了我的傷感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以令人反思的作用 如果大家都遇上這個情況的話 在關係未變成 好像這首歌說到那麼差之前 就跟我一起反思一下 不要讓自己那麼珍惜的關係變成那麼差 變成沒得救 那就真是狂難用愛玩了 好今次的冷知識 就是原來分手有七個熱門時機 來自倫敦的作家David McCannis 就整合了一些Facebook的Stacks 收集了超過一萬條的感情狀況更新 真是有點目瞭 但也厲害 排名不分先後的 第一個就是2月14日情人節 這裡她說不希望承擔這個節日和承諾的壓力 又或者是由於被背叛 就特意選情人節去分手 現實生活中是有朋友情人節分手 第二個就是春假 就是希望在自己新學期之前 預備好迎接新的戀情 掃除一些情感的廢物 接著就是餘人節 我真是不明白為什麼餘人節會有人說分手 不會這樣反而是說不到嗎 但是數據就是告訴你 有人會這樣做 我自己是理解不到的 接著就是逢星期一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weekend已經經歷了兩月的快樂 通常星期一心情都很差 大家明白的 需要面對大量的工作 或者dead night 低落的心情會推動分手 我自己都覺得工作是真是很容易影響情侶的關係 即是任何一方 若然他工作不順心 都真的很容易吵架 接著就是暑假 下日的陽光會增加血清素和多巴胺 亦都在一年中性育最高漲的時候 再加上看到大量活動和聚會 就會促使自己反思現有的關係 合理嗎 所以為何成熟一點去拍拖會好一點 當然如果你們只想著拍散拖會沒話要說 接著就是寒假前的兩個星期 這裏就是寫經歷了整年的相處 就會開始反思這個對象 到底是否真的適合自己 最後這一個雖然排名不分先後 但他有特意寫著最多人分手的 就是聖誕前職 因為是外國人做的 他這裏就寫了 因為聖誕節通常都會把伴侶介紹給家人 如果他覺得伴侶未能好好介紹給家人 或者很難登大台 即是被家人見到未必好 那都有可能會在這個時候叫分手 順帶一提 最少人分手的就是聖誕節的當日 那都很正常的 大家聖誕節可能都應該會想有人陪 今集這支歌仔就到這裏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新歌牌台 和每一集的冷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逢星期一和四會出我生活的主要片 然後二、三、五就會出這支歌仔系列 記得訂閱完之後按鈴噹 否則他不會告訴你我出了片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有什麼短消息想更新 我一定會在IG說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Waain Facebook& Quốc 電影 Facebook&虛Ne